1月19次乙夜勤 男工程师德艾滋 身上出现皮疹和额口疮的 是中部一名249岁男工程师 大学时他就喜欢上网找乙夜勤 曾一个月内跟19名女生发生性关系 今年3月他车祸头部外伤 治愈后7月又因下肢武力跌倒 左手骨折 他以为是车祸后一阵 医师发现他记忆力减退 怀疑脑部病变但找不出病因 后来发现他身上有皮疹 嘴巴有额口疮 且有肛门溃疡 说服他做艾滋及眉毒检查 都呈阳性反应 他才坦诚每次就医时 妈妈都陪同 不敢说出自己性关系复杂 保守估计男子新办理数目 多达数百人 机关局宪政权力追踪 并提醒民众 应拒绝多重性伴侣 并要全程使用保险套 以确保性行为安全 因为爱你 我要做你的披风港 动新闻综合报导